嗨,大家好 今天我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春光花月恒》这本书 今天我准备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第20章 它是这样讲的标题 是两双情愿为恩客 一味推辞是伦夫 究竟这一章是讲什么呢? 其实可以回顾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就是讲在30年代的上海 当我们应酬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写一张花枝去妓院 或者当时叫做长衫堂子 或者叫书语 这个叫做请堂差 好了,我们就叫了妓女来 我们就只付一元 不过其实我们当时不用夹一元去 只不过有一个记象的形式 我们除了是妓女来到请堂差之外 见到妓女几次之后 我们觉得都挺合理的 我们就移船就陷 直接去到长衫堂子 就跟一群朋友一起打茶围 喝茶,吃水果 甚至乎你叫几碟的小菜都可以 记住啊,在国安时来说 你仍然都不用付钱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 这么大只甲鸟随街条 是啊,真是这么大只甲鸟随街条 因为当时这些长衫堂子 他所追求的不是你那十元八块 他所追求的就是 当你那些妓女出完堂差之后 请到一群搬商巨股 去到他长衫堂子里打茶围 然后呢 跟那些阿姑混熟了之后呢 那又怎样呢 当然是摆花酒啦 因为他真真正正可以赚钱的 就是有人迎头做花头 摆花酒 那才是赚到钱的嘛 那你摆花酒啦 那自不宜 那当然是日后有夏文啦 那更加可以你身上赚多点钱 好了,不过这样哦 在当时的上海呢 有百多二百间的长衫堂子 或者叫做书女妓院 那是不是所有的长衫堂子的阿姑 都是各式天香 都是个人独特的秘技呢 那当然当然不是啦 好了,如果不是的话 那怎样呢 怎样可以有这么多客户在手呢 最重要一点的 其实呢 在他们那个行头来说 一到大时大节 甚至乎七月 我们叫鬼节 他们呢 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那时呢 每一间的长衫堂子 都会尽量邀请他们的恩客 就是摆花酒 那如果 在这些大日子里面 冷冷清清 没什么人客 摆花酒 那一件是很没面子的事 所以呢 在这一章就讲了 如果有一些客户 他们不去摆花酒的时候 那他们怎样呢 刚才都讲过了 大家做同一行 在同一条大街里面 人家的就很多人摆花酒 唯独你的冷冷清清 是很没面子的嘛 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们就唯有呢 就找些阿姑呢 就各出其谋了 我不是讲过的 在三十年代 如果大家出去那些 烟花之地去玩的话呢 就不像现在这样的 我有钱 然后就叫小姐 拿手袋出街 跟着就去公寓开房 或者去酒店开房 不是的 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大家建立了感情 而红牌阿姑也肯了 你才可以成为她的日幕之彬 共赴莫生 好了 但是了 在这个时候 为了要面子 为了要人摆花酒 就没办法了 阿姑就唯有委屈自己 就会跟她一些恩客 就会说 哎 你不如摆花酒吧 摆完花酒之后的 那我们就可以成其好事 那有一些男人呢 为了省钱 又或者为了一亲方宅 那都肯的哦 好了 当有人认头摆花酒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很安心呢 原来都不是的哦 因为就算有人认头摆花酒 在当时来说 他们都不会像现在那样试困 要落定金丝 或者收杀来切 不是的 就是为什么呢 就会叫那个认头摆花酒的恩客 就给一份名单 你要请什么客人 那这个长三堂子 就会用一张红纸 或者一张粉红色的纸 就写下他们那个花酒 所请客人的那个名字 那是不是呢 给了一个名单 你就可以很放心呢 其实不是的 因为在当时来说 就不像现在那样现实的 要你落定 或者给了钱 其实不是的 只是给一个请客的名单 你 就由长三堂子 就去写 写下这些邀请的一些纸子 或者一些邀请客 其实就很简单的 用一张红纸 写着什么大少 请什么大少或者先生 那一天就去哪一家长三堂子 就喝花酒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的了 很多时候会脱底的嘛 我们现在就叫做脱底而已 当时在上海 他们有一个说法 一个叫法 就叫做什么呢 叫做唱贪网 唱贪网是不像我们所说的 渣楼贪 又或者叫做放飞机 好了 那到什么时候才会安定下来呢 就是在摆花酒的前一天 那位请花酒的花头呢 上到来 点了菜 那才可以叫做安心 还没收钱的 记住哦 是还没收钱的 不过呢 在当时的人来说呢 就不像现在这样 不讲信用的 既然上到来 下来 下来 这个 菜单 那就当然 不会脱底啦 好了 但是呢 亦都有一些 所谓的空心老官 答应了 但真的呢 到时脱底了 如果脱底了 第二天来 再来打柴 我想大家都 不好意思啦 不过这样 在当时来说呢 就算你脱底了 他都不会呢 说去追你债的 原因就是 第一 来得玩的人呢 大多数 长三堂子都不知道他真实的性命 也都不知道他住哪里 也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做事 就算呢 第二 在街上遇到 都不会呢 大声地说 喂 王大少 你上次说摆花酒 你都没来的 我觉得不会 他们绝对不会的 跟现在今时今日这个社会呢 是一点都不一样 对啦 说开又说 以前呢 在上海的时候呢 那些阿姑出唐差呢 一般来说呢 就是去这个酒楼啦 甚至乎去酒店都有的 可能大家还会说 会不会很危险啊 会不会那些人呢 霸王硬上工呢 不会的 因为当时的人来说呢 都要呢 将自己呢 扮到是很有风度 就算是那些所谓叫做 好喉琴的急色鬼呢 都不会硬来的 在以前来说呢 真是很少 很少会有人是霸王硬上工的 所以呢 是不是以前的社会呢 那些人格调都高点 品味都高点呢 好了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 下一辑呢 我就会跟大家呢 是讲一讲呢 在三十年代 轰动上海的一位 这些名计被人谋杀的一件事 这些人呢 是